1月24日,立法院三讀通過酒駕修法 未來,單純酒駕被抓刑罰 將從兩年以下的有機徒刑 20 萬罰金 提高到三年以下 30 萬罰金 而酒駕致死或使人重傷 法官可以分別加判 100 與 200 萬罰金 此外,在行政配套措施上也有更新 酒駕者要拿到新考的駕照 車子要先安裝酒精索 如果10年內累犯,就會公布姓名與照片 而酒駕者的乘客,也會被連坐罰還 6000 到 15000 元 近年來,大多數人都傾向修法應要加重刑責 例如直接判無期徒刑、鞭刑、甚至唯一死刑 不過,也有一派人認為 一味的加重刑責只會適得其犯 還不如多讓酒駕者去清洗大體更有效 相關討論,可以看看這支影片 那麼,過年要到了! 提醒大家喝酒不開車、開車不喝酒 也一起提醒身邊的親友 祝大家都能過個平平安安的好年!